伊甸園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那現在畫面當中這一顆的植栽 各位畫面可以看得到 這是一顆嫁接過的酪梨植栽 那這一顆嫁接的酪梨植栽 是去年一位好朋友 他利用哈斯的枝條 來跟我們交換庭苑波羅蜜的枝條 那他的枝條 我將他嫁接在酪梨植栽上面 那嫁接了幾株 但是存活的就只有這一株 那當初跟他詢問 這一個酪梨植栽的狀態 得到的回覆也不是很確定 所以這一顆他所謂哈斯酪梨的植栽 是否掛過果 是否真的是已經有 就是採收過哈斯的酪梨 那得到的回覆跟訊息 都在一種不確定 或沒有肯定的狀態 那沒關係 縱使植栽 他挑戰跟趣味就在於 當你嫁接成功之後 他的生長的樣態 以及他未來的發展 都是一些值得記錄的 那目前我記錄這一段影片 是給各位好朋友看一下 這一顆的酪梨植栽 嫁接過後 他的枝條發育的狀態 還真的跟隔壁這一顆 隔壁這一顆 是我確定他的品系 是九五酪梨 他的枝條的發育狀況 有明顯的不一樣 各位可以看到 他有那個哈斯酪梨植栽 特別的像這樣子一個分枝 分枝的一個狀態 還有他的葉子也有稍微 稍微有波浪形 好的 那既然他叫做哈斯酪梨 那我們就繼續等待 看他之後的 如果有開花 以及他的掛果狀態 那這邊比較特別記錄的是 當初一直覺得 這一個種植的鋪面 有些時候被陽光曬得太乾 於是種植的這個鋪面的直沾 卧地也命草 那目前植栽 就是鋪面的植栽 還真的發揮了他的效用 就是讓這個土壤保持的不會過度的乾燥 好 那這就是一顆 跟網路上的好朋友 做交換得來的哈斯酪梨架接苗 我要的是枝條 那架接的部分由我自己親自操刀 喔 隆隆種種 只成功了一個 所以這一個酪梨的直呆 就值得持續的關注 持續的關注 好 那拍下這一段影片做記錄 那記得喜歡影片點擊按讚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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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